药食酮源影响着中国几千年的饮食文化,有些食物既可以饱口服,还具备药物属性用来治病防病,他们一直就在我们身边。 如果我们傻家利用他们的药用价值,就等于请了八位家庭医生。 1. 杀菌医生 洋葱大蒜是家家户户的常用食材,他们有很强的杀菌抗病毒属性,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。 2. 如果在饮食中加入他们,还可以预防口腔癌、软草癌、食道癌等多种癌症。 3. 洋葱大蒜含其实多种植物化学成分,具有抗氧化、消炎、防治肿瘤作用。 4. 大蒜最好到最后放上10分钟再食用,这样可以让酸梅和酸胺酸相互作用,发挥更高的食疗效果。 2. 只对杀死、流感病毒、抗感染、降血压、控制等固存有一定帮助。 生活中,可以泡姜茶、炒菜中加入生姜、运车的人,盘一片生姜,可以缓解嘔吐、头晕等不适感。 3. 塑形医生 辣椒富含维生素B族、维生素E、维生素K、野酸、胡萝卜素等。 此外将防素还可以帮助肌肉运动后恢复。 3. 番茄红素还是很好的防瓦武器。 所以,对于塑形来讲,辣椒是使人保持苗条的好食材。 4. 抗衰老医生 16周多分类物质、维生素C、黄虫都是很强的抗氧化剂,可以延化衰老,保持皮肤白皙光滑、预防皱纹、淡化老年般作用。 所以,16评价高营养价值,成为抗衰老的好医生。 5. 散热医生 口香糖主要成分薄荷,具有数风散热、改善感冒、轻烟力和功效。 其中某种化合物,还可以阻止神经体质分解、改善记忆力。 作为散热医生,薄荷可以改善感冒引起的咳嗽和发热症状。 6. 肿瘤医生 肾脏病发病率 冬天,用肉汇替代茶来喝,可以起到很好的降陶作用。 8. 血管衣裳 芹菜就是萨石纤维的代表,可以促进外肠道土地,排出身体毒素,降低脑固醇。 所以,芹菜又被称为血管清道夫。 此外,芹菜还含有维生素C。 矿物质、酸酸,可以减轻货瘾,预防肿瘤,抵抗流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